現在做的是張開鴨,這是學校和學生做的,在前夕我們師傅進行了網上的指導。 這裡的師傅都做了一個好處。首先,我們會示範他們的方法。 當你們把鴨鴨鴨炒,你們把鴨鴨炒出來。 好嗎? 所以說,把公式方法介紹給他們。今天做的是張開鴨,我們師傅對他張開鴨鴨炒出來。 我們大家品嘗一下,共同來見證,他們學得好不好,學像了沒有。 に著名演員。 噴和 Alexandrine鴨炒,你 transform動在一起。 煮腮 intra菲,雞做了看,就是要把鴨鴨炒出來。 然後呢,確實一樣放放野豆。 然後呢,最重要的部份是露子禮的。 這是另一種,可以吃在空氣,或是熱,或是熱。 所以,這類的菜式是很特別的,很特別的菜式, 是由中國中國的聖茶葉。 張叉鴨是製作方法,用柳樹葉和四川的茶葉煎過,煎熟後,用油渣蒸這幾個過程。 在四川,張叉鴨也是一個中華品牌,是成都的著名的小食,菜品。 這是一個最大的,最新的美麗的菜式。 就像南波豆腐,他們都有這個特色。 這是要的,你炒刀它,你炒刀它,然後你炒刀它,然後你炒刀它, 所以它們有五個不同的方法 炸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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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製 所以這 particular dish是 pain in the neck 很多人都知道 一簡單的方法可以通過幾個方法的方法 那是中間的食材 不只是煮煮、不只是煮煮、不只是煮煮 但它們都用來合作不同的樣子 而且一切都將煮煮煮煮的時間 你看看它們的蝦肉 然後你吃,你吃用這個醬牛肉 像杯三塊牛肉 你放這個清水、放一些水、少少少少 然後你吃 OK? 如果有問題,就沒有問題? 很棒的質疑会 何要好 你要做这个 用这个 要给它做个包 不是什么 and it smells so good i want you to smell it pass it around smell the bone you'll never have that experience just smell the bone